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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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天辛辛苦苦早上四点就要起来 以前MCO之前每天四点起来 驾摸多来回去工作 这个有些政治人物说成是一个光荣的事件 把外汇带回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羞耻的事件 你问这些马劳他们 其实愿意去新加坡做工吗 遭受新加坡人的白烟 有一些新加坡人 他们是看不起这些来他们国家找吃的人 其实他们不愿意 但是为生活所逼 所以这个也是大马之修 所以陈维敏他是不是大马之光 我存疑 如果他已经入籍美国人 那我们不应该称他为大马之光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James Wan 温子仁 大家都知道他 他拍了Conjuring 他在拍Conjuring之前 拍了一部我很喜欢的戏 之前这部戏的概念 其实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我记得十多年前的 有独有知道什么电影吗 这部电影的名字非常短 只有三个字 三个英文字母罢了 就是这部戏让他成名 知道的独有写在留言区 这个电影的名字 这个电影就是Soul 看到的Soul 但是他这个Soul 其实有两个意思 因为Soul也可以是句子 看见跟句子 这部戏后来拍了很多机 但是我觉得最好看 最震撼的 给我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 我对很多东西好奇 给我脑袋 好像突然有新的想法 这种东西 就是Soul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说的是什么 我简短的讲一下 变成讲电影了 是说有一个要死的人 他很珍惜生命 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 剩下很短的时间 所以他很珍惜他的生命 所以因为他非常珍惜生命 他觉得上天不公平 我这么珍惜生命的人 你却给我这么短的生命 那些不珍惜生命的人 把自己的生命拿去吸毒 拿去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 这些人是人渣 所以他要替天行道 来惩罚这些人 然后他会用很血腥的方法 用游戏的方式来惩罚这些人 各种各样的游戏 只有你想到 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看不到的 在这部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到 很血腥 但是非常好看 非常精彩 非常紧凑的电影 这个就是温子仁拍的 温子仁拍的 他可以是句子 他的戏名 可以是句子 也可以是看见 所以 双关 没有看过的独野 可以去看 但是确保 因为这部戏太暴力 太恐怖了 小孩 百分之两百会被吓死 不是吓死 会被吓哭 百分之两百会被吓哭 后来他拍了 卡了 后来他拍了 Conduring 然后好像也有拍 Fast and Furious 还是其他的电影 反正他非常的著名 很多人就说他是 大马之光 因为他是东马人 我忘记是 沙巴还是沙老月人 他是东马人 东马出身的 当时他成名出名了之后 很多媒体就攀关系 很多人攀关系说 大马之光 大马有一个这么有才华的导演 鬼才导演什么 其实这个是大马之修 James Wan 早早就移民去澳洲 他是澳洲公民 不是马来西亚公民 而且他成名的土壤是美国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马来西亚的羞耻 James Wan如果他待在东马 他没有出走外国 他可能永远就只是一个 小导演拍一些MV 拍一些广告 或者是低清 拍一些这种小影片 他不会去到好莱坞国际局 他是澳洲人 他不是美国人 他是澳洲国际的 现在有没有入籍美国 或者是有没有双国际 因为他们承认双国际 这我就不清楚 所以不要这么容易就攀亲戚 像之前新加坡很多专科医生 很多政治人物 最近一位退休的女政治人物 我突然想不起她的名 好像有做到部长的 她本来也是马来西亚人 她退休的时候 还有之前有马来西亚人在美国选上市长 大家都说这个是马来西亚之光 马来西亚之光 这名马来西亚人才很多 其实这个是马来西亚之修 全世界都有多的人才 哪里都有人才 不是马来西亚多而已 问题是你有没有机会 你让不让这些人才发挥 让不让这些人才发光发热 这个才是重点 很明显这些被大家称为 大马之光的事实 都证明了马来西亚没有这个土壤 马来西亚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其实这应该是让我们全民 感到羞耻的一件事 而不是应该感到光荣的一件事 这就是我要讲的 短短的告诉大家 短短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get到我要讲的是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才都不是马来人 小慧这个问题 我不要把你放上来了 小慧这个问题就很种族主义了 谁说马来人没有在外扬名的 前几个星期的报纸 才有登一位马来同胞 女性来的 他不懂做到Ostford 还是Cambridge的教授 是第一人 好像是亚洲第一人 还是什么第一人 我忘记了 大家可以去找回那个报导 也有马来同胞 只是像我所说的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 很isolated的群体 华人就只看华文新闻 马来人就只看马来人新闻 所以你会看到大马之光都是华人 马来人看到的大马之光 都是马来人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了 这个课题我已经讲了很多 我是讲大家不要错误的用 这种大马之光的课题 像梁静如他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他在台湾成名 这个可以被称为大马之光 但是我们同样的也要有一点羞耻感 就是马来西亚没有土壤给梁静如发挥了 但是梁静如他还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那我们才可以称为他是光 如果他是外国人 他抛弃了我们的国家 他不要做我们国家的公民 去了外国他成功 这个还被称为大马之光 我觉得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所以我特地拿出来讲 批义是大马之光 这个我也承认了 是大马之光 大家不要用色情的眼光来看事情 可以登上那个什么杂志的封面 我也忘记了 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虽然保守派会攻击他 会认为他出卖自己 但他没有犯法 他没有犯法 你说他如果他自己散播 他就有犯法 但是他没有去散播 所以他没有犯法 个人的身体 个人的选择 大家不要去管大海 像尼框所说的 人类最大的问题 就是想要把自己的道德标准 强加在他人的身上 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课题我以后会 我要学老高了 我以后会专门做一集来讲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把自己的道德标准 强加在他人身上 我之前讲过了 但是没有很深入的讲 我忘记有一部电影 还是有一部书 有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我像你这么有钱 我也会跟你一样善良 钱财地位跟善良 是有关系的吗 这个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下一次的直播 有时间才分享给大家 有很多东西要讲 历史也没有讲完 陈世美今天就不能讲了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负行汉 其实他也是假的 今天也没机会跟大家讲 之后我们再讲了 好第二个讲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给我喝口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